几机构纷纷大幅下调几家政府相关实体的评级 迪拜对一些分支更是由B级转为垃圾评级 受此消息打压 周四欧洲股市主要股指跌幅都超过了3% 其中银行股遭受重创 外汇市场上迪拜债权危机导致投资者避险情绪加重 套利交易大举回补日元 作为投资交易最主要的货币 日元汇率快速上升 美元对日元连续下滑已经跌破前期低点 曾几何时 从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到震惊世界的人工岛 迪拜的海湾上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而在这次债务危机的阴霾下 这个财力雄厚的沙漠希望绿洲 可能正在变成海市蜃楼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海中挺拔的七星酒店 邻里的会议中心 这里的每一栋建筑似乎都在见证迪拜辉煌的过去 在去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车厂瘫痪 投行垮台的低迷背景下 迪拜却仍在大当旗鼓搞建设 创造了金融界的奇迹 而迪拜世界则是缔造这个海湾辉煌过去的一大工程 由他开发的棕榈岛项目曾经一度创下 两千栋别墅豪宅在一个月内受空的销售奇迹 世界不少富豪名流都在这里安家落户 但如今债台高筑的迪拜令投资者失去信心 评级机构也迅速调低迪拜政府相关资产评级 全球著名的评估机构穆迪更将部分相关企业降去垃圾级别 昔日的绿洲俨然已经成为海市蜃楼 创下销售奇迹的棕榈岛面临烂尾危机 包括明星布拉德皮特贝克汉姆 以及曼联前锋欧文等明星大腕都面临收楼无期的困境 而迪拜楼市更是暴降五成 让投资者们叫苦不迭 就连号称将成为全球第一高的迪拜塔也被迫停工 有报道指出当地至少有400多个工程被迫取消 涉及款项超过3000亿美元 被深套其中的当然还有迪拜世界的债权人 他们不少都是欧资机构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国际金融机构参与迪拜投资项目众多 面对可能出现的巨额亏损和坏账 迪拜的债务危机也使这些金融机构面临巨大压力 刚刚走出金融危机一买 恐怕又要再次遭受打击 由于迪拜债务问题引发了投资者对全球证券市场前景的担忧 27号亚太地区主要股市普遍大幅下挫 当天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3.22% 韩国首尔股市综合指数跌幅为4.69% 此外印度梦买股市银改三明星